豬豬啊 豬豬在這裡啊 他真的有耶 豬豬 可憐的豬豬 你怎麼了 台74線上駕駛不敢開太快 全都是因為前方有一隻活生生的豬 在路中間遊蕩 看起來好無助 警方跟高工局合力圍捕 至少四個人在豬豬的屁股後面跑 但他拒不配合 瘋狂尖叫 最後是把他趕到路間 才把豬豬繩之以法 路過駕駛看啥眼 拍下照片直呼 正是在逆向違規行事耶 還有人說 難道是中秋節快到了 時機太敏感 能躲就躲嗎 地點在台74線無縫路段 有豬掉下來大塞車 貨車駕駛也有責任 開罰新台幣除一萬八千元以下罰款 若造勢致人重傷或死亡 將掉扣或掉銷駕照 國道上亂象 還有兩男兩女 騎著兩台機車上國道 更扯的是故意把車牌用口罩遮住 讓網友怒轟 別人的女兒不是人嗎 整體後座的女生可惜 至於苗栗這位騎士豪端端的停紅燈 突然雷殘 他先是挪了一下屁股 接著疑似腳碰不到地 整個人重心不穩掉進旁邊稻田 事後才發現騎士可能是踩進路邊排水孔 還好人沒事立刻站起來 只是超球畫面被拍下 已經全網放送 記者黃勝鳳的雲杰台中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